直擊酒吧街宵禁,西人可無人? 上海永康路,這條不夠100米長的酒吧街 樓上是三層高的舊星民居 地鋪就是酒吧和餐廳,似足香港的SOHO 每逢周末,就有很多西人在這裡喝酒聊天 但一星期前的凌晨,樓上就有幾家人 一起向樓下300個外國酒客潑水 抗議他們吵架,擾人清蒙 一度引起騷動,連中外媒體都有報道 我們的記者早前就到永康路看過 發現仍然有不少街坊落街沿鎮以待 星期一到星期三還可以 因為星期一星期日,他們都休息了 哎呀,他們通常的,天天是美 出事之後,不少酒筆都貼出告示 勸酒客不要在店內喝酒,追責和大聲勸話 難怪客人少了,很多人還返走 街上也有公安和城館在巡邏 有些酒包為免惹麻煩,索性提早關門 其實醉酒鬧事就哪裏都有了 只不過永康路這裡,裝蒸樓上去門居 才搞到有中央矛盾